第二章 當代在位的人討告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 討告、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到日 這是好的,在上帝我們救主面前可蒙越納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江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寫自己作萬人的屬嫁 到了時候,這是必證明出來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幫人的師父 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 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女人當以正派依常為裝飾 我願男人無憤怒、無爭論 舉起聖結的手、隨處討告 又願女人廉恥自首 以正派依常為裝飾 不以偏法、黃金、珍珠和貴價的依常為裝飾 只要有善行 這才與自稱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美的信服 我不許女人講道 也不許他核管男人 只要沉靜 因為先做的是阿當 後做的是夏娃 且不是阿當被引誘 乃是女人被引誘 陷在敘女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 又聖結自首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